长相靓丽、聪明伶俐的米兰达是一名大学教授 和他相依为命的叔叔汤姆是一名生物学家 也在这所学校任教 这天夜里,米兰达跟叔叔告别后外出约会 却不料发生了意外 第二天一早,一名晨袍大叔在公园里 发现了一丝不挂的米兰达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大叔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 面对医生的询问,恢复一些神智的米兰达 迷迷糊糊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随后便晕了过去 医院第一时间通知了米兰达的叔叔汤姆 汤姆得知米兰达出事 立刻赶往医院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医院里的米兰达身体突然开始发生变异 变成了可怕的一种模样 丧失人类意识的米兰达在医院里大开杀戒 一时间,哀嚎声一片 当汤姆赶到的时候 走廊里已经是尸横遍野,一片血污 但他并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是一脸的凝重 来到走廊尽头 汤姆终于发现恢复人形的米兰达 一丝不挂的晕倒在地 汤姆赶紧上前为他注射一针药剂 注射的效果立竿见影 米兰达身上可怕的血管纹路迅速烧腿 并且很快便恢复了神志 从汤姆注射的熟练度来看 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给米兰达注射药剂 随后,汤姆搀扶着虚弱的米兰达 快速离开医院 回到家后,汤姆匆匆收拾行李 带着米兰达一路逃往墨西哥 路上,米兰达不安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汤姆无法隐瞒 说出了米兰达大开杀戒的真相 原来,米兰达并非单纯的人类 他是汤姆和同事福布斯 用外星DNA和人类基因结合 人工培育出来的新物种 但渐渐的,汤姆觉得这种做法太不道德 就和天才横溢却没有底线的福布斯分道扬镳了 他还带走了米兰达 把他当成普通人类来抚养 听到如此奇葩的真相 米兰达一时难以接受 一脸震惊和悲伤 而一直当他是亲生女儿的汤姆 看到米兰达这幅不知所措的模样 也是无比心疼 当晚,两人到达了墨西哥 并住进了一间旅馆 汤姆给米兰达注射了一针人类基因 原来,为了抑制米兰达体内一种基因的觉醒 汤姆一直趁他睡着时 给他注射人类基因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米兰达体内的一种基因越来越活跃 所以他才会失去控制 变身一种后大肆杀戮 汤姆对此毫无办法 这才来到墨西哥找老同事福布斯帮忙 第二天,汤姆让米兰达在旅馆休息 自己出门寻找福布斯 可一番打听下来却一无所获 在走进一条小巷时 一个修女打扮的女人挡住了汤姆的去路 他二话不说开始变异 伸出恐怖的舌头 汤姆立马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外星一种 吓得转身就跑 他慌不择路地跑到屋顶 随着修女伸出长长的舌头 缠住汤姆的脚踝 危急关头 一辆警车路过 修女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收回舌头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汤姆这才得救 在屋顶大口喘着粗气 惊悔未定了他 已经无心寻找福布斯 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时 一个陌生的老人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老人将汤姆叫到附近的酒馆 说他知道福布斯的下落 但要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才能找到福布斯 汤姆将信将疑 但为了治好米兰达身体的隐患 还是按照老人的要求 在当晚午夜时分来到广场 坐上了老人安排的出租车后座 然后把寻找福布斯的事情 写在纸上交给司机 司机接过纸后 一句话也没说 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司机并没有带着汤姆寻找福布斯 而是直接开到了一个废弃的停车场 就在汤姆心生疑惑 预感到危险时 司机转身突然开始变异 汤姆知道 这又是一个外星异种 慌忙躲避后下车就逃 他躲在一辆废弃小车后面 大气都不敢出 司机则四下寻找起来 突然 一辆汽车狠狠地撞向司机 司机被撞个正着 卡在了墙壁和汽车之间 原来汤姆趁司机四下寻找之时 悄悄溜进了他的出租车内 汤姆打开汽油倒了下去 随后点燃了大火 司机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气急败坏的汤姆 立即回到旅馆 闯进了老人的房间 但老人早有准备 正好米兰达在此时醒了过来 以变异形态狠狠地教训了老人一顿 并从他口中得知了福布斯的住处 根据老人提供的住址 汤姆和米兰达 很快到达了一间破旧的仓库 从里面摆放的各种实验器材来看 这里确定就是福布斯的实验室了 果然 听到动静的福布斯高兴地冲了出来 汤姆一脸阴沉地质问他 为何想杀害自己 问得福布斯一脸懵逼 还没来得及解释 袭击汤姆的那个修女缓缓走了出来 原来变种修女和变种司机 都是福布斯的私人助理 都是福布斯利用外星基因制造出来的异种 在得知汤姆在打听福布斯的地址后 两人担心汤姆会对福布斯不利 所以才会自作主张先下手为强 误会终于解决 可就在这时 米兰达面对修女这个自己的同类时 脑海中突然闪现很多恐怖异种的画面 下一秒他便晕倒在地 汤姆赶紧上前给他打了一针 并寻求福布斯的帮助 福布斯在观察之后 表示米兰达的身体并无问题 只是基因存在先天缺陷 这种基因结合的产物 生命注定不会长久 自己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听到福布斯的说法 汤姆心如刀角 他不想失去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 不一会儿 米兰达苏醒过来 汤姆艰难地向他说出了实情 自己和福布斯都已经无力回天 米兰达听完一脸平静 他现在只想去一趟教堂 汤姆带着米兰达到达了平静的教堂 就在米兰达为自己的杀戮忏悔时 福布斯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他说他找到了延续米兰达生命的办法 就是把活人的细胞移植到米兰达身上 这就意味着 将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失去生命 而善良的米兰达 不想再有人类为自己而死 面对福布斯的规劝 他还是连连摇头 倒是一旁的汤姆显得有些心动 当晚 刚回到旅馆的米兰达再次发作 抽搐后便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汤姆赶紧再次将他带到福布斯面前 福布斯通过检查后发现 米兰达体内的一种基因越来越强 人类基因越来越少 为了控制他彻底变异 唯一的办法就是活体移植 他催促汤姆出去找个活人 还必须是女性 汤姆的内心煎熬不已 但看到米兰达痛苦的模样 汤姆最终下定决心开车出门 他将车停在路边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最终选择走下了车 在经过一间酒吧门口时 一个妖娆的女人主动过来搭讪 还把她拉到一个无人的房间主动亲吻 而就在汤姆不知所措内心挣扎时 女人居然掏出手枪想要打劫 还好一种修女一直在暗中跟着汤姆 福布斯担心汤姆下不去手 所以派出一种修女一直暗中跟着 修女打晕女人后将她带回了实验室 很快女人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看着旁边模样诡异的米兰达 吓得她失声尖叫不断哀求 但为时已晚 活体移植手术马上开始 随着人类基因的输入 米兰达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蝉蛹 手术之后米兰达破茧而出 但她性情大变 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敌意 好在汤姆上前轻声安慰 米兰达这才平静下来 经过检查 福布斯表示手术非常成功 米兰达体内各项数据都很正常 然而身体正常的米兰达 性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妇道人家 不仅满口乌言晦语 甚至开始主动诱惑汤姆 这让一直拿米兰达 当女儿看待的汤姆 一时难以接受 她再次检查了米兰达的血液 发现她体内的细胞极不稳定 得知此事的福布斯 这才意识到一直失败 他们想要再次找到米兰达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却发现米兰达早已离开了房间 心急如焚的汤姆 想要出去寻找 福布斯让她把枪戴上 她说米兰达体内的外星基因 已经彻底觉醒 试杀本性已经被激活 同时 米兰达的繁殖欲望也已经苏醒 如果任由她与人类交配 很快便能繁殖出大量的外星异种 而唯一能阻止她的办法 就是杀了她 但汤姆哪里下的去手 她不顾福布斯的阻拦 空手出门寻找米兰达 汤姆首先来到米兰达 之前去过的教堂 没想到 修女异种却尾随而至 她一直认为 是汤姆和米兰达的到来 打破了她和福布斯的平静生活 所以要对汤姆痛下杀手 汤姆当然不是对手 只能不断地躲避 混乱之下 汤姆拿起竹台扔了出去 正好砸中控制十字架的滑轮 滑轮上的绳子松动 巨大的十字架轰然倒塌 正好砸中了一种修女 汤姆因此得救 另一边 担心汤姆的福布斯外出寻找 却意外发现了米兰达的踪迹 她悄悄尾随 但还是被米兰达发现 面对福布斯的米兰达 主动脱去医物 把她当成繁殖对象 疯狂交配起来 成功受孕后 米兰达变身一种模样 并且杀害了福布斯 没过多久 汤姆也寻找了过来 然而看见的 却是福布斯的尸体 而米兰达又是赤身裸体的 躺在一边昏迷不醒 更让她不寒而栗的是 米兰达的肚子 好像有活物在动 吓得汤姆连连后退 随后 她将米兰达带回实验室检查 发现 她肚子里的一种胎儿 已经成形 米兰达也在这时醒来 她看起来很虚弱 但神志依然清晰 她知道 一种一旦出生 自己体内的人类基因 将会彻底消失 她将会变成一个 疯狂杀戮的恶魔 为人类带来一场浩劫 她不想这样 于是请求汤姆 杀死自己和肚子里的一种 结束这一切 汤姆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但她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就在她纠结时 仓库里突然停电 汤姆心想不妙 拿着枪小心翼翼地查看 突然变身一种的修女 出现在她面前 原来 她根本就没有死 她抢走汤姆的枪 凶狠地将她扔了出去 汤姆受伤无力起身 眼看就要被杀 危机时刻 同样变身一种的米兰达 及时出现 随即和修女一种打了起来 两个同类打得一场凶残 一番激烈地打斗后 一种修女倒地不起 米兰达以为她已经死去 放心地去查看汤姆的情况 谁知一种修女突然起身 猝不及防的一击 让米兰达倒地不起 见此情形 汤姆奋力站起 捡起地上的猎枪 对着一种修女连开竖枪 一种修女终于彻底没了呼吸 汤姆赶紧上前 查看米兰达的情况 此时的米兰达 已经恢复了人类形态 她微弱地跟汤姆告了别 随后停止了呼吸 悲痛欲绝的汤姆 随后烧掉了实验室 毁掉了所有的一种基因 看着冲天火光 她知道 那个美丽善良 自己一手带大的聪明女孩 再也回不来了